2023年我們該對未來的經濟 要有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那要持有什麼樣的資產 才是作為長期獲利的依據呢 嗨你好我是小飯 今天我想要跟你聊聊 2023年的經濟前景的預測 在這部影片 我會用Vanguard經濟學家的團隊 針對於2023年經濟預測的報告 我挑出了七個重點來說明 那如果你厭倦的那些股市的名師 他每次講的那些未來 一年的大標股 其實根本一點用處都沒有 把人耍得團團賺 又或者是如果你受過那些 只對單一的產業推薦的專家 他在過沒多久後又端出新的投資項目 讓你覺得說我哪來那麼多錢 可以跟著專家一下來買這檔投資 那一下子又得佈局另外一檔 來對付市局的變化 如果你想要跳出這種輪迴的話 那麼我覺得這篇報告的內容 會讓你對於未來的一年 會有更宏觀的掌握 可以用更全面的角度來思考 而如果你是指出他的投資人 就更不會對單一的產業有興趣 就會比較想要了解的是 接下來這一年 那各種類別的資產 他可能會有哪些的變化 然後呢 就當作你在投入的時候 你就會對資產的波動 心裡會有一個定見 所以呢 我覺得這篇報告 是一個不錯的參考 因為他的業數很多有60頁 而且他涵蓋的範圍非常的大 那我這邊呢 我就會整理出我自己認為 比較重要的7個重點 跟大家來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看整份報告的話 沒有關係 我在影片的說明書 我也會留下一個連結 你只要點下去 然後留下你的稱呼跟你的email 那我就會把檔案寄給你 進入細節以前呢 我先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討論 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 和被動收入的頻道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 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所有影片 好 那我們開始進入報告吧 第一個我們來看看 2023年的全球經濟衰退 其實在2022年的 經濟前景預測裡面 我們就已經知道 對抗通膨 還有後疫情實在的政策 會是2022年的經濟主軸 可是我們經過了整個2022年 我們看到的是大多數經濟體 它的通貨膨脹率 還是繼續呈現上升的趨勢 很多的國家 它創下了數十年來的新高 各國的央行 它在未來幾個月內 所採取的行動 反映了為了要打擊 高通膨的所做的努力 那這張圖就是 Vengar對未來利率的預測 你會看到 它完全沒有下降的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通脹 還是沒有解決 那通脹到底有哪些因素造成 這張圖它告訴我們 它有9%的通貨膨脹去拆解成 到底是哪些元素造成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 2%的央行目標 0.6%的財政刺激政策 1.4%的COVID-19疫情之後的反彈 0.9%的房地產上漲 1.9%的能源食物價格上漲 所以下次如果你看到新聞的時候 講說通膨因為什麼原因去減緩的時候 我建議 多用剛剛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你就會了解到現在是什麼原因讓通膨下降 並且可以自己問自己 其他上漲的原因 已經排除了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應該要有心理去了解 通貨膨脹到底還有多少成分存在著 就不會落入人云亦云的陷阱裡面 那現在的事實就是 全球供應鏈尚未從 COVID-19大流行中 完全恢復 而且現在需求還得到 大流行時期 刺激措施的支持 再加上 烏克蘭戰爭 它還在持續 這個威脅著 能源跟食品的價格 再次飆升 那有效的貨幣政策就需要 A良好的決策 B良好的溝通 還有最後一個 C良好的運氣 那當前講的情勢 就是缺乏好運的成分 這個對政策制定者構成的挑戰 因為它的財政工具跟貨幣工具 在對應供應衝擊方面的效果是比較差的 就算它是為了降低通膨 所做的貨幣緊縮 最終取得成功 可是全球的經濟衰退 已經是必須付出了代價了 這張圖就顯示出來 當全球衰退指數超過50%的時候 裡面除了2001年那一次沒有真的產生衰退以外 其他都發生了 而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 衰退指數它又再度超過50% 所以發生衰退的機率正在大幅的提升 那總歸的原因就這四個 A 能源供需的擔憂 B 資本流動的減少 C 貿易量的下降 D 人均產出也下降了 所以這就意味著全球經濟很有可能在未來這一年裡面會進入了衰退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問 衰退到底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那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裡面左邊有六個指標 這個灰色的點就代表衰退的時候 它會產生負的成長 而只有失業率它會變成正的成長 並且超過10%以上 白色的點就是指在產生衰退的前一年的位置 那綠色的點就代表2022年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2022年相對於其他全球經濟衰退前前一年的位置 除了儲蓄率比較低外 其他的基本都是比典型的衰退前前一年的情況 還要好 所以Vengar推測2023年衰退是一個 比較溫和的衰退 但是我們在這裡還是建議大家注意一下 在這些衰退發生的時候 還是要考慮我們自己的工作 是不是會發生危險 會不會有失業的危機 我們這陣子看到的其實如果放長來看 那這張圖所顯示的 是當你如果看得越長 那麼通膨的長期影響其實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處在當下的我們 目前可能會感覺到很痛 能做的就是保護自己的工作 去撐過這一段時間 那通膨的最後還是會獲得控制 那這個報告裡面還提到美國以外 像歐洲啦 中國啦 等等其他地方的經濟變化 篇幅非常的大 我這邊就不提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第二點 高科技跟房地產的受害最重 這個邏輯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兩個行業在之前零利率的時候 剛好就是收益最好的產業 我們還記得那個時候的ARKK還有QQ嗎 那麼在現在高利率的情況下 它借錢比較困難 資金上流動變少 當然這就是它現在比較不利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在執著於高科技產業的話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 這部影片我也有特別建議不要買QQQ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個 2024年或2025年才有可能實現 2%的通脹目標 會有這樣的原因 會有 A 供應鏈尚未從大流行相關的扭曲中完全恢復 這個我想不用再多做解釋 B 需求受到強勁的家庭跟企業提振 這邊包含了一些補貼的刺激 讓消費力道還沒有完全降下來 所以這方面造成的通脹力道 還是存在的 C 降低勞動市場跟工資增長的價格壓力要更長的時間 之前影片我有講過 央行之所以要抑制通膨 最怕的就是所謂的薪資跟物價 它一直上漲 那我們了解這些趨勢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在股市跟債市上 2023年的趨勢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來看到第四點 2023年的債券的回報 預期會提升 儘管現在的利率開始上升 它創造了固定收益投資者的短期的痛苦 Venga 就預計那些投資期限足夠長的人 他在未來會更好 怎麼說我們可以看看這張圖 剛開始的綠色線是2021年底 預測的投資債市的資產走勢 可是在經過2022年的升息以後 我們都知道債券的價格開始下跌 但是它的走勢就會更為的陡峭 這是因為持續時間的影響 當利率開始往上升的時候 債券它就開始重新定價 但是現金流量隨後就可以因為用更高的利率 我可以進行再投資 那如果今天有足夠的時間 增加比較高期支付的收入的話 這個就會抵消當初價格下跌的那些損失 這個時候投資者的總回報應該就會增加 所以結論就是 儘管利率上升給投資者目前帶來的短期的痛苦 但是比較高的起始利率提高以後 對美國 還有其他非美國際的債券的回報預期 預計未來10年的年化回報率會到4到5%之間 我知道一直有一些朋友他現在說他買TLT等等之類的長期債券 以後預期會漲很多 這一點我不敢說不可能 可是我一直對於他對利率的敏感程度 所產生的風險我一直不能認同 這個部分以後我再拍片會繼續說明 我個人還是建議 債券的投資還是用指數化的方式來做 來擁有債券資產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這張圖我們就可以看到 各種債券的預期報酬都提升了 其中也有各種不同債券的分析 這裡呢我就不再想說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第五個 2023年的股市的回報的預測 在Vanguard模型裡面 這張圖的左邊是美股 那右邊的是非美股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 實現的是目前的走勢 那虛線的是預期的走勢 很明顯的美股就已經被高估了 而非美股是被低估的 那非美股 與新興市場 比美國股市更有潛力 模型的預測是十年年化的報酬率 非美的發達市場是達到了 7.2%到9.2%之間 而新興市場是7%到9%之間 它是高於美國市場 預測是4.7%到9%之間 所以我們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即便把美國的股市 再去做成長股啦 小型股啦 價值股啦 小型股等等 但是相比之下 還是非美股市表現最出色 我們再從這張圖裡面可以來看 綠色的代表是被低估的部分 紅色是代表被高估的部分 而黃色是屬於中間正常的部分 你會看到綠色裡面 有小型股跟新興市場 而非美發達市場也在黃色 比較偏綠的部分 而美國的成長股呢 就屬於在紅色被高估的部分 這個就是目前QQQ的風險之所在 那麼為什麼非美的股市 會比美國的股市更具有吸引力呢 這張圖也解釋了所有的原因 而跟這些原因所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呢 通通都解釋在這裡 從最左邊 剛開始是 美國的股市 產生的報酬 接下來是 估值的計算 然後過來是 銀利的計算 過來是 股利的配發 再加上匯率的因素 去總結出來了 為什麼非美股市會有比較高的報酬 其中還有更多的計算 解釋了新興市場 跟非美市場 它對於美國股市相關性的分析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報告 這邊呢 我就不多做說明 不過我這裡特別提一下 關於匯率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全部轉成美金 因為強勢美元 所以我可以賺很多 而去買美股的話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美股一旦開始弱勢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國際股市 它會帶來多少的價值呢 那這張圖就顯示出來 當我們把匯率的因素 開始去除掉以後 也就是圖中的深綠色的部分 你會發現 它產生的付報酬會變得比較少 這就是為什麼未來看好 國際股市的原因之一 所以Vengar 這裡呢 就特別提到說 對於國際股市的前景 它是樂觀的 儘管我們可能需要看到美元走軟 才能看到國際股市領先的表現 那下一個我們再來看看第六個 對抗通膨的工具是多元的 很多人一開始以為 我只要買大宗物資的資產 就是對抗通膨的最佳工具 像是買能源啊 或是買食品類股 這張圖就告訴我們 其實不是 因為如果你買了大宗物資的資產 雖然它對通膨也就是 橫坐標的部分 它的確是起了保護作用 可是你看它整體價值 成長的幅度 也就是圖中那個 值的正坐標的部分 並不大 所以這裡表示 所謂不同的資產 它可以帶來給你不同的價值 有的呢 它能夠帶給你成長的潛力 有的呢 它只是給你做通膨上面的防禦 所以呢我們在對抗通膨的年代 最好還是要多元的佈局 有的資產呢是以成長進攻為主 有的呢是以保守防禦為主 投資期限比較短的投資者 它更有可能願意為了透過 對付通膨來維持它的購買力 這個時候傳統的Tips 或者是大宗物資等 通脹的工具就很有用 可是如果長期擁有這些資產的話 它可能會對於投資組合裡面 產生的實際報酬 它其實是拖累的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 投資組合的重要性 那麼講到投資組合 我們就來看看第七點 投資預期的模擬 我們在2022年的報告裡面 Venga 針對不同的三種情況 它用了三種投資組合來模擬投資結果 它的結論就是64股債比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次的報告 它以64股債比當作一個比較的基準 然後它用它的模型推出了另外一個 55的股債組合 途中你可以看到 相對於64的股債比的簡單成分 它只要用四種資產就配完 而這個新的模型所產生的組合就比較複雜 它裡面總共有10種資產去組合 而這個組合會隨著時間變化而去做調整 Venga 取名這個叫做 VTAA 那Venga 它強調 這個估值跟預測的框架 目的是在設定長期的預期 因此呢 有時候高估或者是低估這些資產的本身 不應該暗示投資者短期要做什麼樣的行動 所以 TVAA 還是以長期的10年來看 不會經常發生變動 那相比於64的股債比 這個投資組合會有比較高的Sharp比例 也有比較小的跌幅的預期 也就是感覺它會有比較小的風險 但是 TVAA 它還是會有更高的成本 和主動的風險 所以 Venga 也說到 這個會有51%的機率 它會輸給傳統的64股債比 那我這裡呢 我就不提 TVAA 的細節了 所以總結以上 我把這份報告分做7個部分 第一個 是 2023 年的全球經濟衰退 主要是因為在降低通脹 快速貨幣緊縮 最終將取得成功的三個要素 有 A 要良好的決策 B 要良好的溝通 C 要良好的運氣 那 AB 目前看起來是做到了 可是不幸的就是呢 目前沒有 C 良好的運氣 全球經濟衰退就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經濟衰退的原因呢 就是 A 能源供需擔憂 B 資本流動的減少 C 貿易量的下降 和 D 人均產出的下降 第二點 我們談到了高科技跟房地產 受害最嚴重 其實這個邏輯也非常的簡單 因為這兩個行業 在之前零利率的時候 它是收益最好的產業 那麼現在在高利率的狀態下 當然借錢也比較困難 那麼在資金上的流動就會變少 所以當然就是它現在是一個 比較不利的時候 第三點 2024 年或 2025 年才能實現 2% 的通脹目標 因為 A 工藝鏈尚未從大流行 相關的扭曲中完全恢復 B 需求受到強勁的家庭跟企業的提振 C 降低勞動市場和工資增長的價格壓力 需要更長的時間 我們看到大多數的央行就不願意在 2023 年降息 第四個 債券的回報預期會提升 儘管利率上升給投資者帶來的短期的痛苦 但是比較高的起始利率 就提高了對美國和國際債券的回報預期 預計未來10年的回報率大約在 4% 到 5% 之間 第五個 非美新興市場比美國的股市更有潛力 這邊的模型預測了非美國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 這些年化報酬率都高於美國的市場 第六個 對抗通膨的工具是多元的 這邊說明了對抗通膨的年代 最好還是要多元的佈局 有的是以成長進攻為主 有的是以保守防禦為主 第七個 投資預期的模擬 這邊Vanguard 以股債64比作為比較 還提出了另外一個 5比5的投資組合 它是有比較高的夏普比例跟比較小的跌幅預期 但是還是有51%的機率 它是輸給股債64比的 這些整理我會放在片尾 方便你再複習 如果你想要看整篇報告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的連結 點下去 留下你的稱呼跟你的email 我就會把這份報告寄給你 那最後我想問你 你認為在整個2023年過完之後 你的總資產 是A 會成長 還是 B 持平 或者是 C 負成長 歡迎分享你的看法 那如果你對投資理財 資產配資產被動出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被錯過這影片 最後祝大家2023年 前兔市井 揚眉吐氣 我是小販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